好猛啊 哇 好多人走啊 好多 有客人来的 天猫精灵 主人你说 有客人来的 我来了 主人您不要去给客人倒茶吧 你不愿意拥我呢 客人新年好 欢迎来我家做客 您请坐 我是主人贴心的智能语音助手 练您一年365天 天天开心 天猫精灵 我在 可以 可以安静了 好的 雨静音 大家好 我是凯欣 青春多那么多 就知道我是一个事物 非常繁忙的小美女 所以 为了配合我繁忙的工作 我请了一个助理哦 她就是新来的朋友 天猫精灵 干啥 她的名字就叫方唐 为什么咧 因为她四四方方 很像糖这样 看她上面这边 三个button on the volume the button up and down 非常简单 基本上山西白痴 都可以用得很愉快 忘记跟大家讲 因为她的名字叫 然后她对这四个字非常的敏感 只要我一讲呢 这四个字她就会 主人你好 天猫精灵 在 三分钟之后提醒我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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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三分钟后 提醒您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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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一个提醒 例如是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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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给你播放 爱 Voto is my chance Hermané 我已经停不下来了 当你觉得很无聊的时候 Q猫精灵 咋啦 我们玩个游戏吧 来吧 三二一 我出步 是 诶我赢了 三二一 我出步 啊我出剪刀 是不是觉得没有这样玩了咧 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自嗨的一个游戏 他只会讲出一个他会出的答案 然后你出什么没有人会知道的 这个天猫精灵竟然可以帮我做到淘宝下单哦 天猫精灵 在 我要买零食 为您推荐三只松鼠 具行零食大礼包 3520克 是否位于下单 来吧 加入购物车 这个时候只要从你的手机打开淘宝的App 看你的购物箱 你就会发现真的有这个临时加入你的购物车 上次上去吧 下次下次 就是这样子进入了淘宝的购物车 跳猫精灵 乖吧 你说 我要叫外卖 请说跳猫精灵APP开工服务地址 并录入地址后 才能继续使用外卖哦 首先你要从你的App里面设定你的地址啊 跟一个它的外卖的商家 做一个register先 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身处在马来西亚 所以那个外卖是寄不来的 竟然可以控制家里的电器 只要通过WiFi 你家只要是有Smart功能智能的电器 就可以通过WiFi跟它连接在一起 用它来控制啦 可是如果你家里 哎 全部电器都是笨的 怎么办 你可以用这个Wireless的Infrared Remote Control 它可以跟天网连接在一起 要怎样Connect咧 只要用到电话的App 在这里设置 天猫精灵 找队友 正在为您扫描智能设备 它就会scan到这一粒 万能遥控器 然后把它打开这个 嘿 就可以添加遥控器 由于洗干的关台咧 我之前已经设置了 天猫精灵 在哪 你说 关空调 好的 马上关闭空调 温馨提示 空调房要注意室内通风哦 天猫精灵 哎 我在 关闭电视 主人的命令 一刻都不敢怠慢 这就为您关闭电视 啊 成功啦 通过家里的WiFi 基本上就可以把针间架变成一个Smart House 像Iron Man这样 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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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它马币是大概48令吉 而仪非常的便宜 少过50块 你就可以买到一个朋友 当你没有朋友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他聊天啊 这样子就没有那么寂寞了 很像啊很多 Christmas exchange 礼物的那时候啊 如果还有一个budget是少过50块的 诶 买它就刚刚好 是不是先 送你的家瓶 天猫精灵 在 拜拜 好的 我随时都在 有事请随时呼唤我 再见 再见